这像人家打拳的 打拳的要干什么 像雷台以前 三个月不敬旅司 谁少说不容易 那我也是要分房税 不光是打拳 他也是个标本 他说了一种普遍性 其实有调查表明 大部分的婚姻家庭 也有独住自己一个担间的 这种愿望和需要 就是比如说夫妻 我也希望如果有条件 我也希望自己有一间 配偶有一间 就是说 这个你看 咱又开始被人类操心了 这个人类的居住模式 当然从最早动物式的群居 然后就变成家族 宗族 然后呢 现在比如二人 夫妻家庭 原来还是四代同堂 三代同堂 两代同堂 现在两口之家 丁克家庭 然后到现在 其实这个美国好像已经有相当大的比例 以至于像北欧 咱都知道 这个挪威瑞典这些 这些已经一半以上 是独居了 就是独居 就是一个人过 那么一直像家辉这种情况 夫妻生活 也希望个人有个人的这个空间 温道你觉得这反映了人类进化的什么趋势 我不知道 真的不知道 但是问题是我觉得反过来讲 其实现在有很多独居不是传统意义上的独居 现在因为同时还很流行co-living 就共居 你有没有听过共居 共居是一种 理论上讲他们也是独居 但是他又不算独居 因为现在有很多的那种公寓 跟传统公寓不同 比如传统我们住的这种公寓 就是你回家 开个钥匙 里面就是自己的家了 然后一栋大楼住了好几个家庭 是吧 可是现在有一种年轻人爱住的是什么呢 就是一进去 是个大客厅 有共同的厨房 有共同的餐厅 甚至有个桌球室什么 这些都是大家共享的 每个人都还有自己的房间 自己的卧室 自己干嘛干嘛 但是平常呢 他们很喜欢呢 就是在这个客厅 或者是厨房 大家一块做饭 那你说这些人 他叫做独居吗 他好像是独居 但他又不是传统严格意义的独居 这种生活现在开始流行 文道讲的 我就有照片为证 现在挺流行的 青年人当中啊 有一个青年公寓 好像是广州在哪 你看到没有 这个照片就是青年公寓的 公共部分 它本来呢 都是个人都租这个房子 有人现在专门建这种青年公寓 就是一楼 它这个大堂 大家公共厨房 公共的看书看报 或者一些健身室 但是平常个人住在个人的房间里 它其实是一种 你要想社交 你就下一楼 一定会认识到朋友 那跟大学生的宿舍有 很像 没有差别吧 好像有 大学宿舍条件这么好啊 我们 我们那边是这样的 这种它就等于是 你像这个一楼的这种环境 它就已经让他们有了一种 共同体的感觉 是的 甚至有的单家 它搬走了 搬走了 因为已经交成朋友了 经常回来 大家还在这儿聚会 但是年轻人这么一种 你叫独居 也是一种独居 我一个90后的女的朋友跟我说 她最理想的恋爱状态叫做 男朋友住隔壁 就是不要住在一起 不要太近 就是我可以各回各的家 但我去你那里的时候 又不用太远 就是我穿着睡衣搓鞋 就可以出来 但是不要在一起 大家好像现在就是 我觉得每个人越来越多那种 你可以是孤岛 也可以是连成一片 大家对那种 那种自我空间的要求很多 而且他们在一起 反正也都很像独居 我看现在年轻人 就起码我 我觉得我看到他们这个状态 我就觉得我老了 我现在看到很多年轻人 包括情侣 坐在一起喝下午茶 喝杯咖啡或怎么样 也都是各自在上 对不对 也都是各自拿手机 早都生活在别处了 对啊 你们这个叫在一块 你们其实还是各干各的事吗 对现在的人好像就是 他一个单点 其实已经能够跟外面 所有的人都联系在一起 不太需要其他人 我这个 我记得我刚刚来香港的时候 我觉得第一句广东话 叫什么你知道吗 叫 请到鬼民锤 请到柜台取 我怎么把脑子里下去 请到天涯 嗨家来 不是 为什么是呢 就是我来香港 我才知道 那时候我一个人刚刚过来 就是你去美心 去大家乐吃饭 可以点一个人的那个份 又有汤 又有饭 又有菜 然后会叫那个号 那个号码 你就可以请到柜面取多少号 然后呢 因为那个时候 我大概是十年前来的 那时候我还没有见过这种 就是一个人可以吃一餐 是到了香港才发现 因为这个城市 它这个城市化 所以它可以越来越多 满足你一个人的这个要求 然后公寓也很小 然后什么事情 你都可以是用一人份来算 后来我现在就发现 你去东京 东京这个更厉害 是不是 你随时几点钟 你上街24小时 所有你一个人 单人需要的东西 全部可以满足你 你这个里边 引起过一个问题 就是照你这意思 当然现在有社会学家讲 很多条件 比方说妇女地位上升 然后呢 这个越来越多的妇女 都有了自己的工作 工作跟生活 然后城市提供的 你一个人的这种生活服务 健身也好 餐厅也好 这种社会化服务都有了 所以提供了条件 所以这个这个 独居的人口在上升 那么这个里边潜伏 这一个问题就是说 这人是原本就是希望独居的吗 恐怕不是 是吧 是说你我原本就希望 过去没条件 现在你说有了条件 那不是说人社交的时候 会产生一种多巴胺吗 不是就很快乐吗 对是愉悦的 你比如像过去农业社会的 他可能就不见得是说 他天生就喜欢一个人住 他农业社会需要 那个集体来生产 那当然其实请上非独居 假如讲回现代社会 我们都当然都能讲出 独居的十个好处 都知道假如你有能力去独居 可是问题是说 是什么理由让我们愿意放弃独居 而选择两个人在一起住了 我们也知道两个人在一起住 能够讲出许种坏处 互相会吵架 见太多会摩擦冲突等等 那可是有一种情况是说 无可取代的 当我们说一起住 而我们不是说一起住个两个月 三个月两年 不是啊 是说建立一种关系 那种就是共同体的关系 在我看来说 你感觉你愿意 而且你希望跟这个人 在同一个空间下面一起生活 所谓什么商医为命的感觉 我觉得说这种感觉 没办法被其他独居的 一百个好处来取代的 你当然可以不要商医为命 可是这种很独特的感觉 我跟你近似 但是我现在开始反思 我们是不是有点out了 就是有点老了 我还是觉得 你要是说真的一辈子 真的一个人 就是真真正正的一个人 连个伴侣都没有 这种境况 我还是很难想象 就是咱们所说的独居 你能接受到什么孤独 我现在给你们做个测试 你们自己可以评价一下 国际上有这个表 你就发现呢 你都以为自个儿 我要爱孤独 对吧 实际上有的事 你不一定能接受 你比如说你看看那个表 国际孤独等级表 你看啊 这谁靠的 我 文道 你说说 一个人逛超市 你没问题 没问题 一个人去餐厅 大家都没问题 一个人喝咖啡 一个人看电影 很喜欢 一个人吃火锅呢 有啊 现在有小锅 喜欢吗 我可以啊 可以 你不用数了 我到第十级都行 我告诉你 我哪个不行啊 你也别吹牛 因为你根本不去唱K 我不唱K 我是到第十级都行 但是呢 这个第六级 一个人去唱K 有问题 那我去干 那不是犯啥吗 你到现在很多孤独唱K吗 你不知道吗 你没在机场见到吗 这个门一开进去 这个不能测 因为我根本就不爱唱K 我必须 我一个人 去包个房唱K 所以这是这个问题 再有一个呢 一个人去看海 哎呦 我好喜欢 对吧 然后呢 一个人去游乐园 哎呦 我也不太去游乐园 对啊 假如要去呢 不是游乐园 跟你换一个舒展 那当然 但是太好了 简直是 没问题 一个人搬家 可以啊 搬过啊 我也干过太多了 一个人做手术 可以 这个比较极端 我觉得也可以吧 可以 你看做什么手术 一个人去 你看他有点障碍 没有 一个人去游乐园 我有过那个畅商 心理阴影 17岁嘛 反正家里 那时候刚好 中学毕业 我们家里有个传统 谁中学毕业 可以出去旅行 家里给你钱去旅行 可是家里没钱啊 那没人陪我去啊 那当时刚好 有个 没听清楚 什么叫你家的传统 谁17毕业 可以去旅行 不过又没钱 所以你还是去不了 这是什么情况 我去的两个是 没人陪我去 那我只能一个人去 那刚好那时候 我父亲有个朋友 有一个去美国旅行的 一个票 便宜的 一个跟着旅行团的 那我父亲就给他买了 就给我去 那没人陪我去 一个人去 那其中有一个地方 就去加州的 迪士尼乐园 在那边 对 就在那边玩 我印象最深刻 同旅行团的人 都是两个 三个四个 我就一个 然后玩那种什么 过山车 玩什么车 你尖叫恐惧 只有你自己 没人陪你 然后玩那些好玩的 想跟别人分享 这个好玩怎么样 没人陪你 一个人 那种感觉 就从那一次之后 我就坚决 不可能一个人去游乐园 连一个人旅行 我都尽量避开 但你说的这个情况 我觉得特别 为什么 你那种是这群体中的孤独 你那是个旅行团 你旅行团里面 人家一家老小的 三三两两的 然后人家都搂在一起 那你就一个人 那你这种孤独 而且去游乐园 但是我告诉你一个 因为我现在经常是 被迫要去游乐园 我都不想去 带孩子 什么不是迪士尼海洋公园 我已经是烦死了 我经常看到一个现象 就在排队的时候 经常有女的 就是女孩子是一个人 你很明显看出 她是一个人来的 哎呀 你怎么知道我想说什么 那你看到过 我不是看到过 我就觉得跟家 家辉呢 还是跟团的 说到底是吧 我觉得这还是有一种人性 就是有一种人 她有没有人享受一种 就是围见忧人 独往来 缥缈孤红影 我记得多年之前 我认识一个台湾的女孩子 就很文谦 我那个女孩子呢 沉默寡言 老不说话 总是背着个话夹子 就是看见什么就画 就画 我跟她坐在一起 她也没什么画 你知道吗 就是画 总算人找到个理由 不跟她说话 对呀 我在她对面 她就画 不管我说什么 她画 有时候笑笑 她就画 那个女孩子很有意思 后来不知道 不知所踪了 我很少见到她 我很少见到她说话 然后呢 她再有一个行为 就是一个人去游乐园 但是呢 听她这么讲啊 我都觉得要流下泪来 就是你知道吗 就是她说 她喜欢去那个 就是淡季的 这个就是没人去的游乐园 她就是 你能想象到吗 根据我的描述 就这么一个女孩子 她一个人走在游乐园里 那个旋转木马 她们尤其爱做旋转木马 她做旋转木马 她是小飞向 然后就是一个人 就把这个默默的 把所有的这个 这个玩一遍 我不知道 你比如在我这种人心里 我就觉得 你是不是享受伤感 享受忧郁 就我会这么想 但是我想也未必 就是你不知道 这个女孩她内心 你还是不知道 我不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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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觉得很欺负 有人是真的是喜欢这样的 就是她有 因为为什么呢 听你这么讲 她可能觉得自己 将来要在创作上面 要干些什么事 有一些人 专门喜欢去 破败的游乐园 她当时是在做记录 可是问题是呢 我觉得你说的那种情况呢 还不是你说的 台湾女文青 现在很多女孩子 单独出门旅行 她一点都不孤独 为什么 她随时在打卡 随时在上网 随时在告诉大家 各位 我今天 她可能还是个网红呢 我今天来到迪士尼 这个新的这个游戏 我刚才玩过 我给大家报告 怎么样 你看 这是我刚才拍的照片 这是工作 忙死了 朋友圈就是她的舞台 对啊 对你知道吗 其实你刚才说 就那个女孩子 不是一路会画画吗 一个人去旅行的人 其实她一定会有一个 非人的伴侣 什么意思呢 就是她画画 就是她的伴侣 因为我自己有这个体会 我也经常 以前 曾经自由的时候 会我一个人去旅行 我的伴侣就是一台相机 我觉得那时候 你一点都不孤独 你就自己跟自己玩嘛 而且听说江湖说 就是你一个人旅行的时候 把你老公勾回来了嘛 吓死我 坐飞机 江湖传说 坐飞机 我听的是另一个版本 所以头等舱在旁边 吓死我 没有没有没有 完全没有 好像是 好像是 江湖传说 是不是 你在飞机上 我们是在坐飞机碰到事的 那个更不是我一个人旅行 他就坐在你 他就坐在你旁边 对对 那是工作 那你们怎么就开始聊起来了 我们突然发现 在看同一个片 就是不是看电影嘛 在看同一个片 后来醒过来 我就问他 醒过来 还睡着了 不是 上飞机已经是午夜了嘛 然后我就问 那个片其实结局是什么 好像是那样 我也不记得 哎呀 我们也不同版本 我还以为醒来 才开始流军 但这个感觉很有意思 黄肉格式 就是说 你那个时候 远远想不到 最后 他是你的夫君 对啊 缘分 缘分嘛 不过这个是好糟 像下回坐飞机 看隔壁看什么片 赶紧也挑那个片 结局是什么 我记得可能 还有个可能是 他有一张报纸 在看星座 我在问他 你什么星座 过程都不记得 我知道的那个 更神奇的是什么呢 就是在飞机上啊 就是 就是怎么说呢 在飞机上碰见了 未来的岳父 哦 女的那个 不是 老公的爹是女的什么 公公 公公 不叫岳父 怎么叫碰到未来 就是这美女呢 对对 这美女坐飞机啊 旁边坐一个这个老人家 就跟这个老人家聊起来 后来呢 就等于是这个老人家 又把自己的儿子推销给他 哦 最后成就了好事 所以说他是属于 先碰见公公 这个飞机上的奇缘 这种家庭问题就不大了 跟公公 对 你看他跟公公聊得很好 可是我觉得 比不上他那个浪漫 两个人看完片 最醒了 照节约 可是别忘记啊 你们刚说的各种情况 都是想象 那个人 一个人去旅行的 是一个年轻的女生 对不对 背着一个画架 拿着照相机 这个那个 那生命会走下去嘛 你十七岁 二十三岁 二十五岁 二十八岁 可能很享受 很享受 一个人被一个画架 什么去旅行 去吃饭 你走下去了 三十八了 四十八了 你能够想象一个大妈 坐在游乐场 坐在木马那边 坐在那边 拿着一根玉米 在啃 浪漫吗 她不痛苦吗 你在说我吗 然后一个大叔 自由是不会变老的 因为你 越老自由越真 你还年轻 我记得 当然我 因为生命会走下去 不同的阶段 有不同的需要 心理需要 身体需要 我记得我稍稍年轻的时候 三十多岁 有一次在铜锣丸 一个人 我太太也不在 我一个人去吃晚餐 走过一个地方 那种吃削辣店 香港 广东削辣店 我坐下来 我很喜欢吃蛇 蛇羹 广东人 坐下来一个蛇羹 一个削辣 然后突然坐一个人过来 一个我当时看是老头了 其实可能我现在比他还老 他五十来岁 坐在那边 一个人点了一碗叉烧饭 一盆青菜就这样吃 一个人也孤独地吃 我当时又觉得好难过 我就发誓 我老了 绝对不能沦落到这个地步 我跟你完全相反 晚上一个人去吃 我跟你完全相反 我不是爱吃吗 有人叫我美食家什么 其实也不善 但是我敢说 如果我算是美食家 我就是孤独的美食家 我的美食家养成之路 是一个人拼出来的 你知道我在 刚刚念研究生的时候 大学都在当助教 我几乎全部薪水都拿去吃 我很爱一个人去吃 然后我很舍得吃 那一个人吃 吃中菜很麻烦 对呀 所以为什么 我对西餐比较熟 所以你觉得 现在适应这个需要 这个先是在外国 现在中国也有了 叫一个人的餐厅 对 就是给我们这种 然后我那时候去 把香港的那时候 还普普通通的什么 日本餐厅 都几乎吃了个片 然后我打工 所有的钱拿去吃 要不就买书 然后我宁愿走路回家 一个多钟头 但是要吃 吃好的 然后就到处吃 然后我常常一个人吃饭 乃至于餐厅的人都认得 一开始他们对我有误解 对我特别好 觉得这也是个 不晓得什么密探食品家 我那时候发现 你要让这个餐厅 对你伺候好 有个秘诀 现在不一定零 那个年代 一个人吃饭 吃着吃着 拿本子出来 寄点什么 保证这个餐厅 好酒好菜 都上来 那个米其林的那种侦探 就那种 然后后来我发现 就是我有时候 真的想吃中菜 不方便 但是有一个地方 能够解决这种需要 就庙街 庙街有几档 它是拼大圆桌 然后叫小菜 我太记得了 那二十多年前 三十年前 一碟小菜 几块港币 一个真的泥丘 它没有什么针鱼 针鱼多贵 对不对 这条泥丘 就十块钱还多少 然后就拼桌 十几个人 除了我是个年轻人之外 全都是你说的 那种孤独老头 可是呢 我觉得大家很有乐趣 就每个人呢 叫我们香港人 不喝二锅头啊 叫这个 烧酒 烧酒 双蒸 双蒸 麻蒸 摆在桌上 然后喝着喝着 大家就喝开了 就开始聊起来 我那时候还喜欢去一家 在旺角的 一个书店楼下 书看完了 下去一个人 吃这个牛渣面 然后叫这个牛百叶黑的 而且要 然后就是一瓶麻蒸 我就像 我十几岁就像孤独老头 那么来吃喝 然后全部人都认识 我并不觉得他们很悲惨 我觉得大家很快乐 我曾经有一个 有一个男孩 跟我告白 就说 以后不让你一个人吃饭 我想妈呀 我就喜欢一个人吃饭 拍到马蹄的上去 没想到眼前 是这么一个灭绝师太 侵犯我的自由 就是你说的那种感觉 我觉得就是挺能理解的 但是好像中餐 确实是他 因为分量特别大 你一个人去点菜 一定不太好点 所以我要去那种地方 因为那个地方呢 为什么 他全都是这种 孤独关挂老人去的 庙街你想看什么地方 你没想过那种平民地带 他有那种所谓平民夜总会 你有没有去过那种地方 庙街有些门口啊 比如说听到音乐声很响 然后里面呢 就是有人在唱歌啊什么 你推门进去看 全都是单身的 就阿叔阿伯啊那种人在那边唱啊 或者听那个小姐在唱 那个小姐也都是大妈了 从小姐唱成大妈了 然后在鼓掌啊怎么样 就那种调调 整条街都是给单身男人的 他不一定单身了 是他可能有老婆在家 一个人 对他出来 单身出来玩的 个人行动 所以说就是寻求个人自由的冲动 就是你们刚才讲的是说 这个享受孤独 舒本华的结论是 这个才思卓越之事 对吧 往往都是偏好孤独 孤独对他们来说是 简直是生活的必须 他我倒给他可以找到一个例子 就是爱因斯坦 你看那个爱因斯坦啊 他老婆呢也是贤妻良母 但是你必须接受爱因斯坦的一个毛病 或者说他一个习惯 这他会不见几天 即便在家里啊 他需要家庭生活 他都能正常的家庭生活 但是呢他会 他太太你必须适应他 就是他必须每天 首先每天有很长一段时间啊 他在一个屋里 他独自思索 而且有的时候呢 他出去一个星期 到瑞士啊 还是到哪儿 他一个人在一个船上 就划着那个小船 他大概考虑这些物理学的一个 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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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问题 就是包括他的太太 按说夫妻感情 即便很好啊 也很觉得就是说 爱因斯坦这个人啊 就是他有这个凡人生活 我们夫妻生活的这一部分 但是我也总觉得 他有一个部分就是特别毒 我觉得这可能就是 舒本华说的那种 你让这种人 天天跟这个这个这个 所谓平凡的社交生活啊 那对他来讲 有时候对他的对他的性灵 是一种伤害 没有平凡不平凡 是一个考虑 另外是什么 幸福感 你要不要那种幸福感 幸福感有时候对你伤害的 比方说你们见过的帕穆克 帕穆克 他那时候跟他前妻嘛 因为他离婚了 男女朋友的时候 他前妻 这是他当时女朋友 不晓得结婚了没 在美国读博士 他跟着去 后来他说什么 他们住在一起 好像过着上夫妻生活 这样的情况 他说他是几乎是他生活里面 创作生活里面最痛苦的一段时间 为什么不是不快乐 是最太快乐了 太幸福了 太高兴的时候 什么也写不出来 对他说他是这样描述的 他说他幸福的这种爱情 婚姻生活完全妨碍了 我的创作灵感 那最后他的应对是怎么样 就那个在家附近那个 那是后来啦 他刚没有钱去找一个写作师 他怎么样 每天早上还是穿好衣服出门 出门干什么呢 走15分钟的路 然后再绕回来 再走回来 他那种自己感觉 他不是生活跟写作 都在同一个空间 其实是同一个空间 可是他走了这样半个钟头 他就自我安慰 自我催眠 好像环境变了 环境变了 好像环境变了 好像去了上班 去了工作室来写作 所以有时候太幸福 但是我有一个问题 就是他是个作家 他有平台可以去说他的感受 那他老婆有没有平台说他的感受 我没注意他平台 因为对啊 你像那个沃尔夫很多年以前 就说女人要有一间自己的房子 对吧 就你自己的房间 有时候我觉得有一个问题 我到现在还是有些困惑的 就是其实你分不分得清 什么是寂寞 什么是自由 就有时候你觉得 你想要一个人陪伴 你觉得你是你失去的 你想消灭掉的那个东西是寂寞 结果你失去的是自由 其实他是在一起 我给你们这个大胆的披露一个丑闻 不是我的吧 不叫丑闻 但是就是我提供一个标本 你们可以帮我分析 我知道这个孤独和寂寞这个词 但你信不信我没有这个感觉 我可能有病 也可能是因为我这个空虚 所以呢 我老把自己填满 就是鲁玉问我你在家干什么 我说我忙 我忙得不得了啊 我就我可以两个星期不下楼 但是我可不是空 我没觉得孤独啊 我每天的事情啊 你看每天很烦的 你早上起来还得吃早餐 对吧 然后呢 你吃早餐 你一会儿要看看这个画 一会儿要得看看那个书 还有那么多集的那个英剧 美剧 中国电视剧 都储存的看不完 还得准备圆桌派 然后每天必须要走一个小时跑步机 就这个 你知道吗 我可真是 还得洗澡啊 没错 还得洗澡 还得喘气呢 还得喘气 就是 我就是 真忙 以至于 独居会有问题的 独居会有一个什么问题 我跟你讲 有意思 我要是 我可以一个月就不见人 但是不见人 有时候会到什么呢 比如说 我到隔壁的好朋友家去串门 来来来来 来家里几个朋友 来来来吧 这个 我出门的时候啊 会有这种脸红心跳的感觉 这种脸红心跳的感觉 是的 谢谢大家